那祝你抽奖 抽到大奖 你摸我屁股 我摸你屁股 不要乱说好不好 这个女人穿这么暴露 明明就是她勾引我 我现在就要告 季星她诽谤我 损坏我的名誉 你看你 你又漂亮 又能干 你干嘛在那技术部那么枯燥啊 来我们销售部呗 我代你赚钱 那个 我还等着中大奖呢 我先去抽奖了 那祝你抽奖 抽到大奖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呢 你摸我屁股 我摸你屁股 不要乱说好不好 刚才你亲过的时候 不小心蹭到你的腰而已 你还不承认 你这是性骚扰 行了啊 你别乱说 你有病吧你 你站着 你干嘛去 什么玩意 各位啊 都看见了啊 这个女人 穿这么暴露 明明就是他勾引我 主管身出弦诸首 你会怎么应对呢 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被主管性骚扰 还被烦要一口 还好集团总裁虚凯撞见 这位护花使者 也成功帮谭松韵解围 你留下 看看情况 我自己过去 好 从这个监控角度 无法判断他的具体动作 我同事已经去找刚才围观的群众 了解情况了 如果他们不跟你作证 那我们确实无法判定 他对你有性资料行为 可是他真的 我就是被冤枉的 你放屁 那你有证据吗 或者你找谁来 给你作证呢 彼此道个歉 这大事就化了呀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我要朱磊公开跟我道歉 我就是被冤枉的 简阳同志 我现在就要告 季星他诽谤我 损坏我的名誉 你就按照我说的搬就行 好的 老板 我不接受条件 简阳同志 您好 您好 我是东夷总裁的特别助理 唐颂 刚才事发时呢 我就在附近 虽然我没有看清楚 可是这个酒店 有服务机器人 内置摄像头 应该将季星小姐 被骚扰的场景 全部拍摄下来吧 这 这不可能吧 我也通知公司的技术人员 去调监控视频了 朱磊 监控视频马上就要导出来了 你到底有没有骚扰极星 如果有的话 最好立刻道歉 否则 等监控视频摆在你面前 就不只是撒谎 这么简单了 我 咬皮之后 你不要紧张 咬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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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